《舞台劇場》 《舞台劇場》 這部戲的那個 Ramengo的那個節奏 非常漂亮 把那個故事的進行 推得非常有力 然後有美麗的節奏 非常有氣 大家要注意 它的設計好漂亮 然後我跟你們打得好好好 我自己個人 最喜歡那個舞者 跟他的初心對話 好希望他們可以再多寫 所以非常感動 很希望大家到來看這戲 感受到好像劇場的魔力 不管是在舞台、音樂、影像 還有舞蹈、戲劇故事 就整個情節的鋪陳 你好像自身在那個異國的世界 這整齣戲《摘辛米其林》 它把音樂、Farmingo的舞蹈 關於愛的故事跟美食 整個完美的串聯 很多的驚喜 真的值得一看 趕快去買票 你剛剛看完了《摘辛米其林》 覺得熱血澎湃 晚上一定要吃飽再來 不然你會餓肚子 會坐不住的 戲非常好看 而且很動人 關於跳舞、吃飯這些事情 都是我們生活中會快樂的事情 所以來看戲吧 《摘辛米其林》等你們來喔 那我覺得舞台劇 它本身非常的迷人 因為它跟觀眾幾乎是零距離 而且我覺得這齣《摘辛米其林》 它更特別 因為它加入了許多跟觀眾的互動 那我覺得在這齣戲裡面 並不是誰演誰 而是這角色很真實的生活 就呈現在台上 那讓我們看的是非常的感動 《摘辛米其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摘辛米其林》 我知道我跟你說看這個戲喔 真的耳朵也很忙 眼睛也很忙 又有非常好聽的音樂 然後有非常好看的舞蹈 除了視覺跟聽覺的享受之外 從他們台詞裡面 感受到嗅覺甚至是味覺 我可以說呢 《摘辛米其林》呢 是一個五感都可以滿足的一部好戲 所以各位請進劇場 把你的心準備好 獻給這些主廚們吧 在舞台上面要呈現美味 是最難呈現的 可是卻在舞台上面呈現了 不僅是舌尖上美味的故事 更是呈現了一些溫馨浪漫 愛情以及勵志的故事 中間有一句話我覺得很感動 不被了解 不被看見的孤獨與熱情 都要度過孤獨的時刻 希望大家來看這齣好戲 《摘辛米其林》讚 非常華麗而熱情的年代 激昂的Fromingo 但是要請大家注意 一定要吃飽飯再來看戲 《摘辛米其林》推薦給大家 劇中每一位演員的表現 從美食當中 我們也可以感受到 每一個人對於美食的要求 就像我們對生命的要求 是一樣的 需要愛才能夠豐富於的人生 所以我在這邊很熱心地推薦大家 《摘辛米其林》一定要來看喔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它融合了非常多的因素 我們有看到董儀采蒂的愛情靈藥 我們有看到Flamingo 然後我們有看到很多莎士比亞 或者是台劇裡面經典的橋段 那重點呢 它是一部本土製作 然後屬於我們自己的 後疫情時代的戲劇 在這樣的戲劇裡面呢 我們看到了相信 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愛 你想要在為自己生活裡面 添加一點歡樂跟樂趣 我相信《摘辛米其林》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在揭曉兩軍 在這條街上 我會看到它